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秀节目《偶像练习生》 目前的练习生已由先前100名逐轮逃派到剩35名 当中范冰冰弟弟范诚诚 台湾男孩陈丽农以及C位蔡徐坤都拥有高人气 11日三连不约儿童的在微博发文 而这也是他们在节目开播后首次更新微博 第一次更新就魅力无穷 聊妹技术破表 范诚诚在微博曝光了张女友视角的照片 还开心地提到 哈哈哈哈你们期待已久的自拍照我已经发出来了 而陈丽农则是曝光了张互动式照片 照片中的她头戴黄色帽涕 手上摆着半颗爱心 暖心地向粉丝们喊话 我也会继续加油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也请你们好好照顾身体 爱你们 蔡徐坤则是放上了张酷酷的照片 照片中的她专心地看着手机 还要粉丝们猜猜她到底在看什么 非常有个性 身材圆润被已有韵 林志玲决心动起来锻炼身材 林志玲近日养病复出后 因为脸部与手臂看起来都比以往圆润一些 因此外界怀疑她是否有韵 不过林志玲否认 11日更在微博上贴出游泳的照片 看来似乎要急着运动 让身材可以回复以往 林志玲11日晚上在脸书贴出一张在泳池中运动的照片 还写道 Play and Exercise 看来最近被外界质疑身材圆润 一味有韵后 助理曾解释过 因为林志玲在生病期间 有服用抗生素治疗 医生有提醒过身体会有些种 现在身体康复后 志玲姐姐决定要靠着运动来找回之前健康的体态 范伟齐张勺含甲面闺蜜反目八年 竟是这场比赛害的范伟齐 张勺含昔昔日同门心结纠隔八年 至今难解 张勺含近期参加中国大陆节目歌手2018再度翻红 于是双输恩怨再度被起底 两人粉丝隔空叫阵 命理是将家业分析 两人前世就是闺蜜却疏远 这是能再度重逢 具有修复关系的缘分 江家业表示 范伟齐 张勺含前世都是仙女 同样负责宋公文的工作 因年龄相仿成为闺蜜 不过有四天亭举办一个大型的宋公文比赛 过程中要经过高山森林 湖泊等障碍 对体力与飞行功夫都是考验 好胜的两人为了争夺第一名 暗生心结 最后渐行渐远 从两人面想来看 张勺含柔中带刚 坚强有益力 与人相处时 会因人而异有不同态度 表面中归中矩 其实很活泼调皮 此外 他的鼻孔带财 事业将会火红到42岁 之后持平发展 范伟齐具有责任感 从他颈椎有力看来 不会轻易被击倒 加上待人和哀可亲 唇形润滑有气 所以人缘不错 江家业指出 两人这一世有幸能在 度成为朋友 上天的安排就是要你们两人重视友谊 成为好友 身材圆润被已有孕 林志玲决心动起来锻炼身材林志玲近日养病复出后 因为脸部与手臂看起来都比以往圆润一些 因此外界怀疑他是否有孕 不过林志玲否认 11日更在微博上贴出游泳的照片 看来似乎要急着运动 让身材可以回复以往 林志玲11日晚上在脸书贴出一张在泳池中运动的照片 还写道 Play and exercise 看来最近被外界质疑身材远伦 一味有孕后 助理曾解释过 因为林志玲在生病期间 有服用抗生素治疗 医生有提醒过身体会有些种 现在身体康复后 智玲姐姐决定要靠着运动来找回之前健康的体态 范伟奇张韶涵假面闺蜜反目八年 竟是这场比赛害的范伟奇 张韶涵昔昔日同门新杰纠隔八年 至今难解 张韶涵近期参加中国大陆节目歌手2018再度翻红 于是双书恩怨再度被起底 两人粉丝隔空叫阵 命理是江嘉业分析 两人前世就是闺蜜却疏远 这是能再度重逢 具有修复关系的缘分 江嘉业表示 范伟奇 张韶涵前世都是仙女 同样负责宋公文的工作 因年龄相仿成为闺蜜 不过有四天亭举办一个大型的宋公文比赛 过程中要经过高山森林 湖泊等障碍 对体力与飞行功夫都是考验 好胜的两人为了争夺第一名 暗生心结 最后渐行渐远 从两人面想来看 张韶涵柔中带刚 坚强有益力 与人相处时 会因人而异 有不同态度 表面中归中矩 其实很活泼调皮 此外 她的鼻孔带财 事业将会火红到42岁 之后持平发展 范伟奇具有责任感 从她颈椎有力看来 不会轻易被击倒 加上待人和哀可亲 纯形润滑有气 所以人缘不错 江嘉业指出 两人这一世有幸能在 度成为朋友 上天的安排就是要你们两人重视友谊 成为好友 身材圆润被已有孕 林志玲决心动起来锻炼身材 林志玲近日养病付出后 因为脸部与手臂看起来都比以往圆润一些 因此外界怀疑她是否有孕 不过林志玲否认 11日更在微博上贴出游泳的照片 看来似乎要急着运动 让身材可以回复以往 林志玲11日晚上在脸书贴出一张在泳池中运动的照片 还写道 Play and Exercise 看来最近被外界质疑身材远润 一味有孕后 助理曾解释过 因为林志玲在生病期间 有服用抗生素治疗 医生有提醒过身体会有些种 现在身体康复后 志玲姐姐决定要靠着运动来找回之前健康的体态 范尾奇张勺含甲面闺蜜 反目八年 竟是这场比赛害的范尾奇 张勺含昔昔日同门新结纠隔八年 至今难解 张勺含近期参加中国大陆节目歌手 2018再度翻红 于是双输恩怨再度被起底 两人粉丝隔空叫阵 命理是将家业分析 两人前世就是闺蜜却疏远 这是能再度重逢 具有修复关系的缘分 江家业表示 范尾奇 张勺含前世都是仙女 同样负责宋公文的工作 因年龄相仿成为闺蜜 不过有四天亭举办一个大型的宋公文比赛 过程中要经过高山森林 湖泊等障碍 对体力与飞行功夫都是考验 好胜的两人为了争夺第一名 暗生新结 最后渐行渐远 从两人面想来看 张勺含柔中带刚 坚强有益力 与人相处时 会因人而异有不同态度 表面中归中矩 即使很活泼调皮 此外 他的鼻孔带财 事业将会火红到42岁 之后持平发展 范尾奇具有责任感 从他颈椎有力看来 不会轻易被击倒 加上待人和哀可亲 纯形润滑有气 所以人缘不错 江家业指出 两人这一世有幸能在 渡成为朋友 上天的安排就是 要你们两人重视友谊 成为好友